我第一次看到有位醫生在做搶鏡 我在想這麼可怕的事 這麼骯髒的事我一定不會做 無論是做醫生或是做研究員 我經常覺得堅持有毅力去做重要 甚至是要面對失敗 香港有7.8%的人口有慢性疫苑肝炎 一半患者是不知道自己是有病的 又來到聽醫生說的時間 今天我很榮幸請到司徒維基醫生 他是香港大學內科腸胃及肝科的副教授 亦是我當年醫學院的同班同學 沒錯 司徒醫生歡迎你 歡迎你 我們做了同窗很多年 看著大家互相改變進展 我還記得我剛開學一年班時 我們是同組的 我們相識於1998年 歡迎你上來我的節目 我們都是聽醫生說 聽你說你的故事 我們一起同窗一起讀書 由醫學生去到做醫生 大家都進入了馬里醫院的內科 有 內科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路向 你選擇了你的路向 就是腸胃及肝科 為何你會選擇這一科 其實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不知道自己會喜歡這一科 我還記得我剛開始臨床上課的時候 我第一次見到有醫生在做腸鏡 我就在想 這個這麼可怕的事 這麼骯髒的事 我一定不會做 誰知道自隔多年之後 竟然我自己都選了腸胃肝科 其實這種的興趣 可能是真的做了醫生 你真是親身經歷 面對病人的時候 才會體會到 我的心臟科 心臟科相對簡單 就是一個器官 你先說腸胃及肝科 有腸、有胃、十二指腸及肝 還有膽味 其實這麼多煩術 你覺得哪個器官最有挑戰性 哪個器官或哪個最有挑戰性 你問我其實全部都是有挑戰性的 但是做一個醫生或做一個研究學者 挑戰在哪裏 是當你知道這些知識 你如何將這些知識 融合到平時的臨床運作 這個才是一個挑戰 難就難在 不是說你要學習很多醫學資訊 我想就是那個堅持 無論是做醫生或是做一個研究員 我經常覺得堅持有毅力去做重要 甚至是要面對失敗 無論你是在你面對病人或當你在進行一些醫學研究 甚至是專科考試 一定是要懂得面對失敗 這是很重要的 專科考試懂得面對失敗 一定有失敗過 失敗再重新起步就很關鍵了 到我們常委的幹科畢業 我又是深藥科畢業 大家畢業了 如何去平衡我們做一個臨床的醫生 以及開始進入研究和科研 其實這種的興趣可以說是循序漸進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想在中學時令我特別對科研有興趣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們中學時有出戲的 英文叫做Awakening 中文叫做無語文創天 是Robin Williams 羅伯威廉斯 他主演的 那出戲就說 有些病人在半植物人的狀態 是不可以申請的 主角想到用一種醫治帕金遜的藥物來治他們 接著他們就醒了 這是一個天帶起信 起死回生 但是故事發展到最後 病人就變回他們的半植物人的狀態 也就是說 無論你是面對臨床醫學 或者你是面對研究 沒錯 可能你是會有一些暫身的發言 但是同一時間 你所面對的經歷是會有大起大跌 我想就是這種的大起的大跌 以及這種的生活歷程 就會是一個臨床醫學的研究者的路程 我想醫出戲就對我的反省 和對我的影響就很大 那你回看臨床的研究 和臨床的醫人 我們叫做培訓師或醫師 其實是有什麼共通點 或者是有什麼特別的事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的經歷 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不會說是很不同 我只要說是你要用額外的時間 因為臨床研究 當你是針對某一方面的研究 就不會說是一時三刻就會有一個成果 有時候是要是循序漸進 要用以連計的時間 又要跟多方不同的研究員一起協調 才能達到你想要的成果 甚至最終你都達不到你想要的成果 所以對於一個醫生 如果要參與臨床研究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學習 就是英文我們叫做複雜項 即是同一時間要處理多方面的事件 同意我們要做臨床 要醫病人 要見病人 要見家屬 要做搶鏡、遺鏡 加上做研究 其實是很大的犧牲 還要教書 還要處理行證 對 所以很恭喜你 你可以在兩方面三方面 四方面做行證 都可以做到 你今天師徒偉機的醫生 真的很恭喜你 恭喜你 2019年 你被邀請去講 Certific Todd Lecture 即是內科界一個很重要 很權威的一堂書 差不多做內科醫生 應該都是一個殿堂級 究竟你在那個 Lecture裡說了些甚麼 因為我沒有去到 我可以發出短片給你 不過我看短片之前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在這個 Lecture裡 你能夠給到我們最大的啟發 或者是回顧你過去的研究 有甚麼重要的課題 我告訴大家 我想在那次的講書 我講了我之前做臨床的醫生 直到做臨床研究的一個心路歷程 亦都試過一些較為專科的研究 究竟為何我會想起要做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的成果是怎樣 衍生出來的影響是怎樣 當中我知道腸胃及肝科 你不可能每樣東西都會研究 你還想起選擇哪個器官 作為你中生最愛的研究 我開始做很多研究都是針對乳液肝炎 我記得我那次的講書 都講及我有些研究是針對 如果病人是有乳液肝炎 又或者曾經有乳液肝炎 他要接受一些化療 將肝炎更加強廉肝炎 然後 могут令到肝病的復發 有一些甚麼方法能預測 你自己是有肝病的復發 甚至能夠預防 其實為何我會有這樣的概念去做這個研究 看到一個病人的病情是怎樣 然後對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而我知道在醫學文獻 可能對醫方面的記載就不太多 我才是展開我有關的研究 很多時候當我們臨床上遇到一些個案很深刻 無論是成功或失敗 因為那小小的種子就引返了一個很大規模的研究 其實月盈肝炎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是萬性月盈肝炎 就是引致肝病、肝癌、肝癌 香港有7.8%的人口是有萬性月盈肝炎 其實更重要的是香港大學也做過一個流行病學研究 都發現香港有一半的患者是不知道他們自己是有病的 半病人不知道 一半 我們確實的數據就是大約48% 其實這也是解釋到為何有時病人 我們見到他們已經是進展到一個較為晚期的肝病 其實我們治理病人的目標就是想預防病發症 如果針對預言肝炎就是預防肝癌化、肝癌 如果病人是去到肝癌、晚期我們才能見到 其實你可以說是錯失了一個可以做預防性的治療的機會 剛才所說到月盈肝炎其實是一種病毒 這個病毒的治療方式是否用抗病毒藥就可以 還是有其他特別的療法 我想如果你說用藥當然是有抗病毒的藥 藥物是可以用的 其實我們不是單靠用藥 正如任何的慢性病 無論是心臟病、糖尿、高血壓、肝癌肝炎都是一樣 你是需要有一個長期的跟進 以及有一個治療方向 治療方向也不只是用藥 究竟你是隔多久就做某個檢查 究竟哪些病是高風險、哪些病是低風險 其實是需要在這方面有一個臨床的決定 其實針對月盈肝炎就正如其他慢性病 我們也是想有一個全面的方法做有關治療 但其實現在月盈肝炎能夠說會否醫治得好 我聽到病人說S抗原會否不見了 沒錯 我們這個叫S抗原 或者是表面抗原 有一成病人是會失去的 最終但照我們有關的研究都見到 就算他們失去表面抗原 其實他們仍然是有病毒在他們的肝臟裏面 他們有病發症的機會是小了 但不是零的 所以他們都需要有關的跟進 作為一個醫學研究者 就是永遠是要將一些 我們覺得很複雜的資訊 將它深入淺出 令到大陸市民也是可以理解到的 我想對於大陸市民一個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一個百萬年十一月 就是當香港政府開始 每次全新生嬰兒打乙型肝炎的疫苗 如果你在之前出生 就應該去檢查自己有沒有乙型肝炎 如果有的話就需要有關的跟進 明白 因為早點知道真的比遲點知道 其實你見過香港大學研究 48%的人是原來不知道有乙型肝炎的大病毒 其實是否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我想就正如任何慢性病 早期不會有症狀 但當我們知道病情開始活躍 就要對症下躍 當病人問起我乙型肝炎可否斷味 我就跟他們說 你要當乙型肝炎就像糖尿病 糖尿病初期都可能沒有症狀 乙型肝炎初期都是沒有症狀 糖尿病血糖高就用藥 乙型肝炎病毒的量高就要用藥 其實概念是差不多的 完全明白 先說回你最近的研究 我知道癌症在香港也很普遍 亦有很多不同的治療方法 比如化尿、電療 同時有患者乙型肝炎或大病毒 你有甚麼提示可以給到這個群組的患者 我想如果有患者需要接受任何病毒 化療最重要是要檢驗自己是有沒有 乙型肝炎的大菌 當然某些化療或標靶藥 對於乙型肝炎的影響就會大些 但我想對於患者來說最重要是 讓他知道自己是有沒有 如果他有的話 他至少可以跟醫生說 也可能要考慮吃一些 我們叫做預防性的藥物 預防性的意思是 其實他原本就不需要吃藥 但因為他要接受化療或有關治療 就預先給予防止肝病復發 完全明白 始終乙型肝炎在香港算是一個很普遍的病毒 你可以用簡單一兩句 去告訴我們觀眾知識 其實應該怎樣可以護好一些肝炎 我只覺得最重要就是要做檢查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沒有 慢性肝炎的肝炎 請你做有關的檢查 一個很簡單的抽血你就會知道 完全美好 謝謝理思徒醫生 不要以為心臟衰竭就只是心臟的事 當心臟衰竭處理得不好 也一樣會影響其他器官 當中會引起肝臟發大 也有機會長遠來講影響肝硬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身體 聽從醫生的指示去處理你的心衰竭